一望无际的黄沙中凸显巨型蟒蛇 这究竟是人为的阴谋还是造物主的杰作 巨蟒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 一场蛇类盛宴就此展开 而人类自诩是高等智慧生物 在恐惧的威胁下 理性与感性 人性与兽性 人性丑恶的一面被演绎到极致 它们是否能够在死亡的威胁下活下来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雪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雪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紧张刺激的 动作惊悚探险电影《沙漫围城》 好啦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在沙漠深处 一个探险小队经历了长途的跋涉 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工厂 为首的博士拿出探测仪器 开始测量泥土重点成分 其他人则是开始搜寻制品厂房 不久博士的仪器有了反应 这个地方竟然还有稀土矿 这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这下可以跟老板交差了 博士异常的兴奋 拿着手机刚刚发出左标定位 而就在这时 工厂里面突然传来一阵惊叫 博士和女助理二人赶忙去查看 殊不知 在远处的黑暗中 有一双眼睛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到了工厂里面才发现 原来是刚才的两个队员给他们开的玩笑 不料就在此时 外面竟然来了一阵巨大的沙尘暴 瞬间黄沙铺天盖地地涌来 几人无法只能暂时夺厂房里面避避风头 就在几人愣神之际 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地从漫天的沙尘中 缓缓地探出身形 他扭动着庞大的身体 张开血盆大口 直一口就把那名队员给整个吞了下去 剩下的几个人顿时下的亡命奔逃 只见他们来到最初存放行李的地方 从包中磨出一把散弹枪 那怪物紧追不舍 此时黄沙烧弹 队员们可以看清怪物的身形 那是一条体型巨大的蛇 一名队员拿着枪朝着大蛇的头就开了一枪 可就像是打在钢铁上面一般 子弹竟然摩擦出一阵火光 然后就被弹开了 大蛇仿佛是被激怒了一般 他张开了自己的两旗 飞快地扑了过来 咬住了那名队员 后面几个人拼命地拽住 可最终还是于事无补 那名队员变成了大蛇的腹中美食 此时画面一转 临床是一位赛车手 这天他正开着自己的爱车 飞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 旁边坐着的是他的领航员老河 突然一辆红色的越野车从后方起来 开车的是一位大美女 这位美女名叫杨子 是个赛车的爱好者 只见他熟练地换挡给油 车子瞬间飞驰起来 很快就赶上了临床的车子 临床看到后面的车子追了上来 故意送了一脚油门 车速慢下来 两车擦肩而过 临床正想要搭话 可女孩根本不理睬 直接一脚油门驶向前方 而这时 他竟然渐渐地感慨了一句 太性感了 然后调转车头直接追了过去 临床追着女孩来到了比赛的中途补给站 这姑娘名叫小慧 是杨子的好闺蜜 而在树下挖着什么的是廖师傅 当杨子到达的时候 廖师傅正不知道在一棵树下挖些什么东西 搞得神神秘秘的 虽然小慧一直在旁边劝着不要挖了 可廖师傅就像魔装了一样 非要给挖出来 杨子想从身后跑过来吓一下小慧 殊不知廖师傅突然从地里面拉出来一条蛇 吓得小慧瞬间花容失色 转身跑的时候把杨子撞倒在地 这姿势搞颜色 很快临床也赶了过来 我们才知道原来临床一直喜欢杨子 但是杨子因为一些原因并不愿意搭理他 而临床也是因为他才来参加这场沙漠拉利赛 这时杨子突然注意到 廖师傅满手黑色的液体 从树旁走过来 廖师傅几时说 那条蛇被他给干掉了 血竟然是黑色的 杨子皱了皱眉头 心里隐隐约约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此时城市里面一处高端会所 一个自称熊总的人正在这边大发脾气 他是个富二代 老爸很有钱 因此形势十分高调 而他最近做生意赔了一大笔 这时他的私人秘书告诉他 稀土矿找到了 因为曾经的一单生意导致他赔了一大笔钱 而这次找到稀土矿 他这次发誓一定要大挣一笔 他了解到这次发信息投矿的地方有一个工厂 而这个工厂属于一个姓姜的博士 他们来到医院 因为秘书打听到姜博士的儿子得了重病 现在正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交涉中 姜老板本就无意转让这间工厂 但是这熊总也是嚣张跋扈惯了 他直接把人家孩子养妻给断了 逼得姜博士无奈 只好答应转让 并且陪着熊总一起前往 画面来到探矿小队这边 原本五人的小队 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人 他们找到了一处城堡 但是这时大蛇也慢慢悠悠地跟了过来 小队里面其中一名队员大意赴死 把自己跟大蛇一起关在了门外 给队友留下了生的希望 而他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再说回临床这边 他当天晚上躺在车里面睡了一晚 一大早 老何和小慧疯狂敲着车窗 临床被声音惊醒 赶紧把车门打开 两人一进来就叫他赶紧开车 说是有怪物 三人开着车来到了艺术工厂 就是影片开头探矿小队 他们到达的那个工厂 到地方后 小慧先是发现了 杨子留下的包包 顿感不妙 而这时 外面来了一个车队 是熊总带着人过来考察厂房来了 而两部人一见面 临床想起早上 看见补给站里面 一片凄惨的模样 就跟熊总说这地方有怪物 让他能不能不要在这里开发项目 可熊总哪会听他的 看着这满地的稀土矿 就好像看到了满地的黄金 这隔谁能忍得住啊 熊总一行人正待拍个合照 突然狂风大作 黄沙漫天 在一片朦胧中 一个巨大的身影 缓缓地从厂房游翼而出 大蛇 他来了 他张着血盆大口 一口就吞掉了熊总的一个跟班 其余人惊恐地坐鸟收散 大蛇追着临床 临床一个闪身 躲到一间仓库里面 可是大蛇仍然紧追不舍 直到来到一座小屋前 他突然被一把摘进屋子里面 是杨子把他给救了过来 两人奋力顶住屋门 终于大蛇退走了 而就在这时 车里面传来小灰的呼救声 原来临床跟老河下车的时候 把小灰留在了车里面 现在大蛇慢慢悠悠从车前端 缓缓爬过 小灰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等大蛇离开 他连忙呼救 杨子看着好闺蜜 就快要成了大蛇的自主餐 自然看不下去 他窜逗着临床出击救人 临床也是头脑一热 跟着杨子就冲了出去 万幸 大蛇这次并没有追来 回到车上 临床立马发动油门 车子飞奔而去 可在另一边 富二代在江博士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处废弃的仓库 他从小娇声惯痒 哪见得过这种场面 吓得浑身打哆嗦 在库房里面大喊大叫 而在屋里的老何 听到了熟悉的隐情的声响 他知道是临床他们来了 就提出要出去 但是熊总怎么可能会同意 他怕得要死 但是突然他又眼珠子一转 示意手下把门打开 门开了 临床几人走了进来 然而熊总却拿着一块锋利的石头 抵住了老何的脖子 他要求临床几人把钥匙交给他 他才放人 没办法 为了救自己的领航员 只能放弃掉自己逃跑的希望 他把钥匙交了出去 可还没等熊总上车 车上就下来了一个 拉里拉他的男人 对着熊总 一着乱扒了 而这时 大蛇也来了 一星人再次慌忙 撤退到库房里 而就在这时 小队的战斗 也来到了尾声 小队最后一名成员 被大蛇顶出去 好几米远 直接撞在了一个 巨大的玻璃罩上面 只听见咚的一声巨响 男人昏厥 罐子里面的液体 顺着管子 包裹住了那个男人 而大蛇竟然没有吃它 像看不见男人一样走掉了 熊总也顺着路 找到了地下室 这间地下室 是江博士为了研究 基因生物药品 专门设立的 目的就是治疗他孩子的病 他俩寻着路 一步一步来到了 地下室的深处 在一处拐角 熊总捡到了一把散弹枪 他看着枪塘里面的子弹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熊总拿着枪回到上面 把枪直接顶着临床 让他出去拿钥匙 在最后关头 杨子和老何为了救临床 自高奋勇地出去拿钥匙 他们腰间系着绳子 一步步地走入了 满天的黄沙 随着时间的流逝 突然小会手里的绳子 猛然一紧 他赶紧往回拉 旁边的人也上前帮忙 可拉回来的 却是绳子尽头的一滩血迹 老何没了 临床绝望地看着绳子的尽头 他不敢相信 自己的领航员就这么没了 杨子被众人拉了回来 而熊总手下的一个大个儿 不知被什么东西给划伤了 有中毒的倾向 杨子跟临床为了救人 只得再次开车出去 回到补给站那几酒包 等他们回到仓库 刚刚进门 打折紧随其后 一口就吃掉了一个守门的手下 众人见大门失守 连忙向二楼逃窜 就在这时 他们也意识到 不能再这么逃窜下去了 便用起重机做了个陷阱 临床制造小洞 把大蛇引过来 随后起重机 带着数吨的货物 轰然砸下 直接命中大蛇的七寸 大蛇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众人兴奋的蛇舞足蹈 就在大家以为 事情已经结束 都开始争论回城的名额 突然黄沙又起 另一条硕大的蛇头 缓缓弹出身形 熊总为了跑路 把身边的小慧猛然一推 小慧被大蛇一口咬住 领了盒饭 杨子悲痛欲绝 但被男主拉着也进了仓库 在最后一刻 那个保镖大个 为他们关上了大门 自己则留在了外面 自此圆美热闹的场面 此刻只剩下了临床 杨子 熊总和江博士 江博士带着熊总 逃到一处地下室 这里曾经是他的科研中心 在地下室里面 杨子无意间发现了 失踪多年父亲的指南针 恰巧这时 那个回身拉里拉他的男人 又出现了 杨子试着叫了父亲的名字 那个男人瞬间激动起来 杨子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男人 就是自己已经找了 15年的父亲 顶到了这里 两条跨越了15年的故事线 正式交汇 可杨教授像是失了魂一般不说话 也不记得任何事情 就在这时 大蛇来袭 杨教授却跑了过去 张开双臂 像是一只准备战斗的大鸟一样 神奇的是 大蛇真的不动了 江博士解释道 这是因为 他也沾上了管子里的液体 所以大蛇把他当成了同类 不会袭击他 江博士最后决定 要终结这场自己酿成的灾祸 只见他直接朝着裴杨敏 就开了一枪 但是 尴尬的是 没打破 他直接就被大蛇一口给吞了 而这时 疯癫杨博士又再次拿起掉落的枪 一枪 两枪 只听轰隆一声 火光充满了试验场 杨子和临床终于是逃了出来 他们一路奔逃至车上 随着沙地一阵陷下 车开不动了 这时候 熊总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现在的他浑身重伤 他跟临床一起把车推了上去 但是 他俩却都爬不上去了 熊总此时看透了生死 最后关头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临床送了上去 而杨子也在一个漂亮的甩尾后 成功利用倒塌的烟囱杀掉了大蛇 影片最后 临床开车赶到 两人相拥而泣 其实这部电影虽然是在讲灾难 但是实际上都是人性 在灾难面前 人类的仅存的那一丝人性 又会有着几成留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意犹未尽 请继续订阅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